大家好,欢迎收看一个麦子学院 为您提供的ITML5加CSS3轻松入门与实战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CSS3的属性选择器 那么我们在学习属性选择器之前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选择器 使用CS对ITML页面中的元素呢 实现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一个控制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用到CSS的选择器 CSS选择器呢是CSS3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使用CSS选择器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开发人员的修改 或者是编写一面样式的时候的一个工作效率 那么每一条的这个CSS样式呢定义由两部分组成 那么它的形式呢像这样 前面是选择器后面呢就是样式 那么选择器呢它指定了花扣弧中的这个样式呢的作用 也就是我们这个样式作用于元素中的累计 网页中的累计元素 那么这些元素呢就由这个选择器去选择 去选择客户目标呢 就是掌握CSS3中使用的选择器的基本概念 知道什么是选择器 以及为什么需要使用选择器 好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课 属性选择器 在CSS3中呢 属性选择器增加了三个 那么它们的唯一的不同呢就在于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ATT后面有一个信号 信号 然后后面这个呢是一个托质符 然后一个多乐符 那么它们三个呢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含义 那么我们这里的ATT呢 表示的是我们属性值 属性值 那么表示的是属性 那么我们后面这个VNU呢 是表示的一个属性值 属性的一个属性值 那么就用这个VNU来代替 那么在这个的意思的话 就是如果元素 元素用我们元素用ATT表示 的这个属性值中 包含的这个VNU指定的制服的话 那么这个元素呢 就使用这个样式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呢 来进行一个演示 好 那么我们网页标题 CS三中的属性选择器 那么我们在这个编写这个案例之前呢 我们首先给它新建几个DIV 那么ID呢 我们给它一个ID 然后里面呢 是直接用几个SEX 好然后复制几个 然后ID呢给它们改为不同 那么这个是1 1-1 1-1-1 1-1-2 1-2 1-2-1 2 这里呢 我们给它这个不同的这个编号啊 不同的这个ID编号 那么这个目的是为了我们后面这个演示的时候 来更加的一个清晰明了的这个知道 它们的这个作用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它给复制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呢 写一个stale 这里呢 我们就来书写我们的这个选择器 那么我们这里说过 我们是用ITT来表示我们的这个属性 表示的属性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DIV有个什么属性呢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ID对不对 ID选ID属性 好 那么写一个ID 然后呢 有一个信号对不对 信号 好 ID 信号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属性值中包含 包含有这个Val指定的制服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后面它的这个里面包含了这里面 我现在将要写的内容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样式呢 就会统一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择所有的所有的这个样式的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这个ID里面呢 都包含了这个section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我们可以这样写section 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个这个section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 我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绿色 好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 那么颜色呢 就变了 全部都变成这个绿色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选择了所有包含了section这个这个属性的这个DV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 所有包含这个section1的这个DV的话 那么怎样选择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把这个section呢 改成section1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选择了我们前面这几个 前面都包含了1的这几个section的这个DV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好 那么只包含了前面几个 而后面几个没有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再给它新建一个 再给它新建一个选择我们2的 ID 信号 等于 section2 那么 那么section2呢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什么颜色呢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这个叫做 橙色吧 看一下 直接复制过来 直接复制过来 那么这个英文有错吗 注意需要编写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这个书写 我刚刚这个信号书写错了 书写错了 刚刚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有个错误 好 我们需要把它改正一下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面这一部分是1的 是1的 那么1的话 它包含了1的 那么它就是绿色 下面这个是包含了2的 那么它就是 这个 成色 好 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这个呢 选择这个 1-1的 包含1-1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 ID 信号 等于 1-1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呢 给它一个 这个颜色 好 看到没有 也就是 1-1的 只要包含1-1的 那么它的颜色呢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这个颜色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第一种选择器的用法 第一种选择器的用法 如果包含了 包含了VL指定的这个字符 属性 包含了属性 这个属性里面包含了VL指定的这个字符的话 那么就使用这个元素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如果我们这个属性的开头 开头值 包含了我们VL指定的这个字的话 那么就使用这个元素 好 我们这样来 我们看我们这个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们自己重新写一个吧 写一个 通过我们第一种方法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 如果我们要选择所有的这个DAV 所有的这个DAV的话 那么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前面都是section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ID 信号 等于section 这样来写 然后这样呢 它就可以选择中 选择中这个所有的这个DAV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BD颜色呢 给它一个黑色吧 黑色 好 那么这样呢 选中了所有的 它把它覆盖了 因为它现在在最前面啊 在最前面 它优先去最高 那么这样呢 就把所有的给选择中了 我们就我们现在来用我们第二种方法来来进行这个选择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开头字符 需要注意的是开头字符包含了well指定的这个属性 啊 指定的这个属性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同样的也是ID ID属性啊 ID属性的这个 记住这个符号是这个 后面跟啊 开头 选择开头的话 后面是跟这个 一个向上的一个 一个肩的这个拖字符 好 开头的话 我们给它 它们开头都有个什么 都有个S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让它指定 开头的都是S的 然后它的背景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是白色 或者是这个蓝色吧 蓝色 好 指定开头字符 ID属性的值 这开头字符是S的 那么它们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 那么我们看一下对不对 好 编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它们的开头都是sectionS 都是S开头的 所以说 那么它的颜色呢 就都变成了这个颜色 好 那么如果我在这里给它改 改一下 改成一个B 改一个B 改一个B在里面 那么它会不会选中中了 没有 对不对 它就没有被选中 那么它的颜色就没有更改 好 那么同样的 D只有 一个B只有一条 对不对 那么可以同样选择 可以选择这个B开头的 B开头的 Bugrand等于 这个粉色 好 那么B开头的话 就是这个倒数的第三个 好 就是我们现在黑色的这个 那么我们刷新看一下 它有没有选中 好 选中了 那么 这就是我们第二种 这个选择器的使用方法 开头字符选择器 开头字符的一个选择方法 然后会一种 使用我们的这个 多乐福 多乐福来实现这个尾字符 尾字符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可以 后面给它加一个 在这里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加A 这个加A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吧 A B B C D E 好 ABCDE 那么我们把这个 之前的这个样式呢 给注释掉 好 那么注释掉之后呢 就没有样式了 呃 它是选择尾字符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选择 第四条数据 那么这一条数据 那么它的尾字符是D 好我们刷新看一下 啊 这里没有 没有在这里 显示 把这里改一下 A B C D 那么这里的这个修改的话 是为了这个直观的显示 直观的显示 好 ABCD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带D的 好 带D的 那么它就是 呃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法来实现 A D Dollar符 等于D 好 那么这样呢 这个选择器呢 就选中了我们这一条数据 好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绿色 刷新 好 尾字符 通过尾字符来选择 那么就选择中了 这一条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要选择B呢 或者选择C呢 我们不选择这个D 那么我选择C 好 那么我选择C的话 可以把它这个改成C 那么它就是上面这一条 好 那么可不可以选择这个数字呢 这个带数字呢 比如说这个带1的 因为这里有很多带1的 对不对 很多带1的 那么把这个给去掉 有很多带1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实现呢 ID 好 Dollar符 等于1 那么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 背景颜色 等于 这个 棕色 看看有没有效果呢 没有 没有效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选择 有这个数字的时候呢 它前面有这个 横线 那么我们要使用一个 反斜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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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跟一个什么呢 跟一个这个 它的这个 最近的一个连接服务 这个是一个 杠1的这个选择服务 好 那么我们这样 通过必须要加一个这个 前面符合之前 必须要加一个这个反斜杠 那么这样来看 好 那么这个 只要是杠1的 那么都被选择中了 只要是杠1的都被选择中了 那么 这个是尾字符的这个选择 需要注意 特别是这个选择 后面 后面这种 带1的这种方法 同样 那么我们这里 再演示另外一种 比如说 它不是杠 是下滑线 下滑线 当它是下滑线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ID 多尔幅 等于 当它是下滑线 是比如说杠2 那么 B线是呢 给一个 红色 它是杠2 就可以这样来选择 只有我们的这种 这个 连接符 横线的这个连接符呢 是要在前面 加一个这个反斜杠 加个反斜杠的方式 那么这个呢 同样也可以使用反斜杠来选择 加个反斜杠 也不影响 但是 之前一种 如果这种 不加反斜杠的话 那么它就不能够 不能够显示出来 不能够显示出来 那么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的案例 小的案例来 灵活的使用一下 我们的这个属性选择器 好 那么这里呢 我先建一个页面 按例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它叫做 CSS3 属性 选择器 小案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几个这个 链接 首页 那么这个呢 是网站首页 这个呢 我们给它一个图片 那么图片呢 随便在这里呢 找到一张 好 拖放进来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给它这个进行一个更改 好 更改 那么 改成这个图片的地址 那么图片呢 是 1.gpg 好 网站图片 给它改成 好 那么这样呢 右面上呢 就有两个文件 那么一个呢 是往一个 链接 第一个链接呢 是指向这个 我们网页的一个网页 指向我们当前网页 然后后面呢 是指向我们这个图片 好 它可以把它这个图片来 那么 我们就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 它们呢 都有一个 HERF这个属性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刚刚我们所学的 所学的判断 它的这个结尾字符 结尾字符 因为 它们的这个 第一个呢 是这个网页文件 第二个呢 是图片文件 通过判断它这个 属性的尾字符呢 来给它追加一个文字 那么 是 以 ATMARO结尾的呢 我们就给它追加一个 文字呢 是网页文件 好 那么 是GPG的呢 我们就给它追加一个 是图片文件 好 那么我们怎样来实现呢 首先呢 我们要选择 选择中这个 HERF 对不对 HERF的这个结尾 结尾是以什么 什么呢 是以ATMARO结束的 好 那么我们 给它追加文字的话 我们用这个AFTER AFTER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讲到 那么这里呢 我们先用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给它 追加一个文字 追加一个文字 那么追加什么文字呢 以ATMARO结尾的 就给它追加一个 网页文件 网页文件 然后呢 字体颜色呢 是绿色的 都给绿色吧 好 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下一个 选择这个 以GPG结尾的 以GPG结尾的 那么 以GPG结尾的话 那么我们就给它是 这个 添加一个文字在 尾部 叫做图片文件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只要是我们 它就会在我们 这个图片的 后面呢 给加上一个文字 图片文件 那么只要是 以这个图片 结尾的 那么都会加上去 好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那么是网页的话 那么它就是 网页文件 是图片 就是图片文件 好 那么我们可以多复制几个 多复制几个 然后把复制的 这里面去插入几个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是网页的文件呢 它就会有个网页文件 是图片的 就会图片 好 那么这就是这种 这就是这种 这个选择器的一个 灵活使用的 一个小小的案例 那么当然 它的这个使用方法 使用范围呢 啊 永远不止这么一点 这么一个局限性 还有很多 那么就需要 同学们下来呢 自己多多的去思考 去练习 好 那么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所讲的一个内容 属性选择器 好 需要注意一下 同学们在自己练习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下这个 刚刚所说过了 这个选择的时候呢 后面的这种 这种是 连接符 连接符 杠 杠一的 杠一 杠杠多少的 那么这种呢 就必须要使用一个反斜杠 使用一个反斜杠 代替呢 不然的话 它就是不会显示 好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 这节课呢